你找哪位 不好意思 我在這裡弄冷氣 有沒有員工證呢 讓我看看 你員工證有沒有照片 那我怎樣知道是你 我們沒有照片 要是你打電話回公司檢查 好 我要打電話回公司檢查 好 謝謝 謝謝 現時其實很多公司 都每天都會有很多他們公司以外的員工 可能上來弄冷氣 維修一下不同的設備之類等等 對於Reception的同事 其實他要確認這些人的身份 的確有些困難的 很多時候他們都是靠一張員工證 對照片就放他們進去他們公司 其實對公司來說 這也是存在很大的風險 其實一個最新的方案會是什麼呢 就是說 provide這些service的公司 可以將NFC放在他們的員工證裡面 他們的客人也可以透過 download他們的手機app 然後等他們員工來的時候 輕輕拍一拍他們的員工證 他就能夠用他們公司提供的手機app 去確認來的員工 的確是他公司的同事 你好 你找哪位 找你們admin同事 是來幫你們的圖片做更新的 是 有沒有員工證 有 在這裡 等等 好 麻煩 沒有照片的 怎麼可以確認到你的身份呢 之前公司應該有電郵通知過 我們有公司的app 我們來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我們公司的app 拍一拍我一張stuff card 那你就能夠確認到我的身份 即是開了app 然後拍一拍 咦 是你的樣子 好 那你可以進來幫我們做 謝謝你 這樣做的話 其實有三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快 一般來說 reception的同事 只需要開了app 在兩秒之內 其實他已經能夠確認 來那個人的身份 第二個好處是什麼呢 那就是大部分都會有手機 所以我們不需要擔心 公司沒有足夠的硬件資源 去做這個認證 那第三 其實就是說 要破解這個東西 去cheat這個system 其實都很困難 那一張假的芯片 其實都很難去偽造 那變相整件事是secure 是容易update 還有可以很快地進行 那如果你公司都是經常有同事 要外出去到客人的site做事 而對這個system有興趣的話 歡迎聯絡我們 那又或者你想看多些 究竟NFC還有什麼場景可以應用的話 那歡迎繼續留起我們的channel 看其他的video